新冠肺炎自去年爆發以來 帶給懲教署帶給我們很大的挑戰和困擾 雖然我們即時採取多管齊下的措施 慎防疫症在高銀的監獄爆發 但這一場仗我們不驚不覺已打了超過一年 僥倖地我們現在還守得住 但不代表往後是安然無恙 我們隨時要面對遠所內大型爆發的危機 最徹底的解決方法是希望各位同事和家人 盡快打疫苗 形成一個保護網 保障自己、家庭和身邊的朋友 希望大家改變看定點 不用急的心態 走出關鍵的一步 發揮懲教人員團結對抗疫情的精神 和我們一起聯手守著這條防線 合力抵禦疫症入侵 讓大家走出疫情的陰霾和走出這個困局 我們的工作是幫人重過身心 我相信只有更多人接種疫苗 香港才可以在這個疫情重新出發 我們每天的工作和行動有關 既然接種疫苗能有效根治疫情 令我們的生活重回正軌 為何還不行動呢 無論你是站在服務市民的最前線 還是緊守著最後防線 接種疫苗 都是對抗疫情的一線選擇 我打到疫苗了 仍然可以做回自己喜歡做的事 大家打疫苗 可以快點做到群體免疫 互幾互人 你打都沒有 打完疫苗 打幫上班都安全一點 還等什麼 快點去打吧 得到我們什麼時候 不用大口罩 如果人人都願意接種疫苗的話 疫情很快就可以過去 到時我們就不用再戴口罩了 為人父母 最希望見到自己的小朋友 健健康康地快樂成長 所以我和太太都決定接種疫苗 希望好好保護到他們 保護到自己 在疫情相對緩和的一刻 大家不要猶豫了 快點參與疫苗接種計劃 將我們的家人、朋友 這個充滿興趣的社會 拉回人身邊 重建美好的將來 大家一起起動 我已經打了兩針了 你們打了沒有 疫情之下 我怎樣保護家人 當然是大盟家人 一起接種疫苗 接種疫苗 不單可以保護自己和家人 更可以令香港 盡早走出疫境 我已經完成了 兩劑疫苗接種了 保護身邊的人 大家一起快點去接種疫苗 一張針卡 一份保護 我們大家走出第一步 接種第一劑疫苗 最近印度疫情都非常嚴峻 作為鄰近地區的香港 都很難復勝其身 保護自己 保護家人 盡快打疫苗針吧 接種疫苗 互比互揚 接種疫苗 莫在此 接種疫苗 在延起行 身邊緣 臺中 谢谢观看